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的唇膏比較深色 因為要遮住Chopper咬我的傷口 現在是有一點點痛、有一點點的鼻 還有很腫、難得的口唇 所以我半邊臉可能會比較歪一點 大家不要加意 然後回到主題 久違的iHerb開箱 一直以來我仍有定期買iHerb 之前也和大家分享過很多不同的生活小物 所以我的日常補課 我都沒有再特意去拍片分享 覺得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這次不一樣 我發現了一些我自己很有興趣的東西 在iHerb居然上架 決定和大家一起開箱 因為我想有一樣東西大家都很有興趣想知道我的第一印象 然後即時的反應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雖然我想大家對iHerb都應該很熟悉 但如果有朋友還沒買過的話 我也簡單介紹一下 iHerb來自美國加州 是全球最大的網購平台之一 在裡面你可以一次過一站式地選購不同的健康食品 營養保健品 生活用品 美容產品 甚至乎是寵物 五英百貨都有 超過了四千個品牌 五萬幾件貨品 所以應有盡有很誇張 什麼你都會找到的 而且買開有精明的朋友 就知道在iHerb平台 你可以分享用後感 它有一個獎勵回饋機制 可以賺取回贈金額 在APP上也有寫的 每寫一條評論 馬上獲得一美元獎勵金 你就可以一邊買一邊用 一邊賺回贈金額 是挺開心的 而且就因為有這個機制 大家都很願意去寫這些用後感 所以我每買東西之前 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用家 他們的評論 他們的評論 我覺得會更加知道自己 是否適合那樣的產品 是否真的需要那樣的產品 然後很多朋友都關心的運費 我看回它是買滿300元就可以免運 而且很快的 我訂的時候大約一兩天 就可以送到家裡 我覺得現在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做了多久會員 超過了七年 我第一次買的時候 已經是二零一幾年的事 今次我除了介紹我開箱的產品 都會帶點優惠給大家 但是現在當然要開箱開箱 今次總共是這裡 八件事 然後第一個想分享 是她 Plackers的不會再磨 一次性夜磨牙 牙套護齒套 故事就是我上次去泰國 和朋友一起去 我們住同一間房間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和朋友去旅行 這個朋友是同過我去旅行的 我想十年前左右 然後我就問她 你昨晚睡得好不好 她就說這裡沒什麼 但是你的磨牙聲很大 我自己是不知道 今次我的家人已經很習慣 我的磨牙聲 她沒有跟我說情況是這麼嚴重 所以我朋友說完給我聽 我就覺得不行 那我以後怎樣和朋友去旅行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解決這件事 很積極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我看到有這種牙套 比起你去牙醫 特意去做一個牙套 是便宜很多的 所以就想著先試了 她不是說解決磨牙的 但是至少磨的時候 沒有那麼吵 沒有那麼影響和你一起睡覺的人 的話 我也覺得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所以這個我非常想試一下 而另外的方法 我也在努力中 我就要再看看 如果她睡覺的時候 她睡覺的時候 告訴我還有沒有磨牙 如果成功解決到的話 我就再和大家分享 然後第二個 就會是LIFEFLOW 一個cooling mist 現在小島大家都知道 34度是基本的 每一天我在家裡開著冷氣 都已經是30-31度 坐在這裡會流汗 所以我看到這個cooling mist 我就打算試一下 我現在先打開它 它是即時可以降溫5-10度 上面是寫了這個味道 有一個鼠尾草 再加上薄荷 這隻手很涼 所以我覺得在夏天這個小島 好舒服 因為現在在這間房間 其實一直都很熱 在家裡 無時無刻可以噴 或者外出的時候都可以噴 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第三個 也是這個牌子 叫做LIFEFLOW 然後就是一支唇沙激油 因為這個成份對皮膚很好 可以淡化一些的疤痕 所以我就打算放在家裡旁身 這個chopper 咬我 幸好它咬過咀 如果它咬其他地方 我今天拍片就會毀容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讓我開給大家看一下 記憶中是比較黃色 是這種橙黃色的 然後我以前用過其他牌子 會比較厚 這一支 它相對上是薄的 你看到很快都吸收 而且推開了都不會很黃 然後沒有什麼味 以前我買的 我記得是貴一點的 現在這裡 它未折 我都看到是100元 鬆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是挺划算的 下一支 不如說這個 它是Real Techniques的提亮遮瑕掃 它的價錢是四十多元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麼想試 而且我看它的形狀 都像我現在的遮瑕掃 它有一點點 旁邊是薄一點的 但是它那個遮瑕的這個位置 都是這樣有闊度 會比較平一點的 所以我就打算 都是用來做這裏的淚溝 眼袋的遮瑕 我再跟大家報告好不好 四十多元這支掃 接著就到這一包 它是有機加州開心果 綠色半成品 無鹽8盎士 我是很想嘗試自己在家製作開心果醬 然後就可以製作不同的甜品 還有開心果糊 它是有 都來到這裏的 裡面看到是這個樣子 然後吃下去的話 是沒有任何調味的 一個很開心果的味道 然後我聽說 用它們放進攪拌機裡 然後一邊磨一邊磨 就會變成了開心果醬 所以我就很想嘗試 它那個開心果味 都挺濃的 但是又不會是一種假的 是超級正常天然的開心果味 之後呢 就有三樣東西 是同一個牌子的 亦都是大家很有興趣的 這三個 這一排話題性十足的VT眉針系列 然後手上呢 就是它們的眉針棉片 現在在韓國 所有的牌子都出了這一種濕敷棉片 我自己都有用過其他的牌子 覺得是很方便 然後又做到一些保濕 或者早上很快的護膚 我都挺喜歡的 所以既然今次我想試這個 微針系列 我就覺得不如也試這個 棉片和其他有沒有分別 打開它的話 都會有一種保鮮膜 然後它是包了這個夾夾 但是這個夾夾 就不是平時放在蓋上 它是分開的 它這個濕敷棉片是圓形的 然後兩邊是不同質地 這個呢 它敷了上去 暫時現在的感覺是沒有任何微針那種的 按下去心理作用 好像有一點點 但是不強烈的 這樣是不辛苦的 對比起它的精華 這個棉片是真的敷著 然後會有些補水 有少少濕敷的作用 大家焦了的時候用它就會很方便 而且這樣擦一下擦一下 用這一邊比較粗的那邊 你看到我已經擦了很黃 我剛才應該是那些遮瑕膏 粉底 用紙巾擦 還未擦得乾淨 這個是有少少易切清潔的作用 然後呢 就到下一個 它是一些 Capsuit的面膜 我覺得它很有趣 因為我看它又不是那種Cream Mask 那種一盒一盒 又不是一塊塊那種的Paper Mask 它呢 它是好像茶餐廳那種吃早餐的牛油 一盒一盒 然後一盒有十盒 然後我就覺得很適合帶它去旅行 完全不會亞位 然後呢 就做到一個積雪草保濕 舒緩的效果 然後最後的這一樣 應該是大家最最最期待的 就是眉針精華 這個VT Cosmetics的300眉針精華 我之前有用過100 因為呢 我是有它們的面膜 我在日本那裡買 然後呢 我已經覺得是刺刺的了 這個300呢 是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挑戰來的 我看回它的價錢 是便宜過在香港的重本清那裡買的 它是可以用來收毛孔 但是我的毛孔問題又不算很大 我就想知道它對於皮膚的細緻 那個感覺呢 是會不會很有感 這些東西 預防勝於治療 總之現在的毛孔還沒帶著的話 我都盡量做些事情是令到毛孔不要帶 然後呢 就聽說那個數字越大 我上次用100的嘛 今次300嘛 感受是越大的 那我現在就試一下推開呢 是 哇 有有有有有有 有刺刺刺刺的感覺 哇哇哇哇哇 它明顯了明顯了 我先試在這個手臂那裡 雖然呢 我都是有一個 心理的準備的了 但是呢 它一直推呢 那種是刺刺刺 它有一種呢 是用微針滾輪呢 是用微針滾輪的感覺 試在這隻手上先 我覺得那個感覺呢 它是又會有些刺刺 有少少的刺激感 但是同時呢 你會覺得有點爽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會很期待它的效果 還有呢 我打算讓金莎玩一下 一會兒拍一下它的反應是怎樣 好嗎 今天這八樣產品呢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的 所以我覺得iHerb呢 是一個非常之適合 非常之好 用來尋補的地方 因為呢 它永遠都會有很多新奇刺激 有趣的產品 給我去發掘的 是的 不知道這次的開箱呢 有沒有啟發到你們 下一次的補貨清單呢 好了 然後呢 我開箱完畢 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觀眾優惠 新客人結帳的時候 輸入這個優惠碼Dotti24 消費沒有門檻限制 直接享有七、六折優惠 每人限用一次 然後 舊客人只要結帳的時候 輸入這個優惠碼Dotti80 消費滿80美元 即時有七、八折優惠 每人限用兩次 所有的產品連結 優惠資訊我都會放在Infobox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然後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開箱 現在呢 我現在呢 已經想著去找金山 試一下這個精華 因為呢 我覺得呢 很多產品呢 都是我很有興趣 然後又有新鮮感 然後又可以試一下 現在最熱門的產品 我都沒想過 iHerb是這麼協近 現在這個trend 會馬上有這些 微針精華 還要是這個品牌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呢 都可以去尋一下補 現在已經不只有一些 可能外國的牌子 一些韓國的牌子 都會找到的 Anyway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片的話呢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會把東西給你 給你一點點 這個很棒 你試一下塗 你塗兩下 然後塗在臉上 正啊 現在這個超級熱 就這樣塗上去 有沒有感覺 好像被針刺一樣 十個刺有幾刺 兩三個而已 我覺得 你覺得很刺嗎 我沒試過用在臉上 我打算給你 等等 等等 好了 謝謝